阿良跟甜心在診所的互動 也是客客氣氣的嗎 哎呦 客氣的 我不能說謊 是真的還蠻客氣的啊 常目睹李敬良跟甜心互動 李金 我不能說謊 歷經日前被拍到 進出李敬良的整型診所 他把二日錄影受訪時回應此事 跟CC說可以做置入 所以他們想說你可以來談一下嗎 所以我進去不到十分鐘好不好 十分鐘我能幹什麼 不想太多了 說到阿良就不能不提這位緋聞對象 那你之前去阿良診所有遇過甜心嗎 多少 跟小靖也是朋友 阿良同時都是好朋友 你知道嗎 其實我還把阿良介紹給我的好朋友 一起做合作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見面 那甜小姐有幫你服務過嗎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啦 因為人家都磕磕氣氣的 對不對 我們就磕磕氣氣的好朋友 阿良跟甜心在診所的互動 也是磕磕氣氣的嗎 對 還有 難客氣的 我不能說謊 是真的還蠻客氣的啊 不客氣的他怎麼可能在那邊上班 你沒有感受到一點微妙的氣氛或什麼了 他們兩個 這私人的感情 我真的不能再介入了 跟我老公說我要演藝師 他就哈哈大笑了五分鐘 小生最近努力壽生有生 還接下了迷世喜劇 實習醫師鬥格的演出 和阿良的復合之路 菁姐你怎麼看 感覺肚丟的肚丟啊 這沒辦法的 你就是跟磕鐵一樣黏住 你把它拿開它也會吸回去 我覺得這也是他的愛情觀點 他的宿命 祝福就好 宇樂棟新聞報導